强烈冷气团来袭 这台南夏营农会 手工出产的蝉丝被是卖到缺货 现在下定至少要等一个月才拿得到 女作业员是感得腰酸背痛的 但是一听到今年 员工的年终奖金 可能可以上看七个月 大家是笑的喝不拢嘴 台南夏营农会蝉丝被的女工 站在工作台旁 四个人各拉一脚 把一张一张蝉丝拉开摊平 不断地重复这样的动作 急忙地赶工 一人每天要这样拉上千次 天冷蝉丝被热销 女工们赶工赶得腰酸背痛 把手一摊做到手掌都长解 有人手指还弯曲了 一床蝉丝被全靠女工们 马不停蹄的手工赶制出来 把一张有五十只蝉土的丝 做成半月形年带 经过清理 剪开整瓶 再把它延伸平铺 相当的耗时 因此成本相当高 一床蝉丝被至少都要近五千块钱起跳 尽管不便宜 但连续几波强烈冷气团 让下营的蝉丝被还是卖到缺货 女工目前一天赶8到10床的蝉丝被 现在下定至少要等一个月才拿得到 目前还有200件没有交货 天气越冷越热销 今年年终奖金上看七个月 当然会很开心 为什么 钱赚得 钱赚得多 当然心里就好 生活就会好过一些 员工们笑得合不拢嘴 一年的辛苦有了代价 全靠这条农会的生财 金鸡木蝉丝被 接下来我看张 谈谈报导